喂 想吃什么 我猜你啊 现在已经握得前胸贴后背了 根本睡不着 没有啊 要不要我去厨房给你做点吃的 曾里 曾里 喂 怎么不说话了 你怎么进来了 老师 既然已经过了十一天 我们要不要做一件 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那个 今天太晚了 明天再说吧 不行 这件事只有晚上才能做 不是很好吧 艾老师是不是从有到大都没有 十一天过了去东湖啊 我说这些你吃得了吗 谢谢 太老师我问你啊 你知道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是什么吗 是 夜宵 夜宵 赶紧瞧瞧 我就算了吧 我晚饭之后没有吃东西的习惯 你这个十一点以后就睡觉的 还是一个没有微信的人 认清现实吧 你呀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艾老师了 所以啊 我更不能打破自己的底线了 你就吃一点了 我不吃了 过来 我还跟你说 嗯 艾老师 想念你 艾老师 是你笑死了依旧 一笑你要表情就等着你 快吧 今天是我们约会的一个子 喂 我要给她给艾老师 你现在在干嘛呀 我现在在被你摸过去呢 我就没看过去呢 没白揹 我都问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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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什么品牌 踩到你 乱碰我的照片 我都问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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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问我 你怎么办 我都问你 你怎么办 太阳来给我亲切啊 你 你想干啥 小时候喜欢一个人 最怕家里人知道 就像是黑夜里的一盏小灯 悄悄地点亮了心底的小秘密 长大以后才发现 这份喜欢得到家人的接受 和祝福时 小灯泡就会变成大太阳 所有一起分享这个秘密的人 都会被温暖的阳光笼罩着 两个人的小欢喜 变成了所有人的大